7月29日,百变公主张绍涵出席了一场牛仔裤代言活动 现场热闹非凡 活动中张绍涵不仅分享最喜爱的牛仔裤裤款 也教大家怎么穿出最新夏季的穿着 与怎么穿出最完美的囤形 这次可以代言牛仔裤 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牛仔裤 就在家里会有那种好几百条的那种牛仔裤 然后都是有,比如说同一个款式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所以其实这次还蛮开心 就是可以代言这种比较翘臀的小靠革命的牛仔裤 那会不会分享你给你的师妹国际 因为跟着自己的互动比较好 没有,因为其实就是他们送给我的牛仔裤 都是已经帮我改好的了 所以就只有我穿得下 然后其实会有很多朋友就是看了我穿之后 就自己也想要买 然后就我们就会推荐他们去跟他们厂商买 这次出席代言活动算是比较轻松 他表示最近一直忙于拍摄公主小妹 很希望尽快回唱片公司与同门姐妹一起唱歌 因为其实最近我比较在忙着拍那个公主小妹 然后我们的新戏很快就要上了 所以其实前几天来杀青 那一直都根本连打电话的时间给自己公司的人都没有 所以好不容易可以喘一口气 然后其实今天来到这个活动就算是比较轻松 因为我们那场戏就是 他其实是要去工地打工 然后我看到他打工这样我很舍不得 所以他就要接着就是要抱我这样子 就他我就会一直跟他讲说 你怎么可以拿你那个脏子手套 然后一直摸我的脸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没有没有 其实他没有什么 不过anyways 其实我们这部戏呢会有很多很多好笑的镜头 然后会很喜剧的方式呈现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这个关注我们这个公主小妹 其实我在这部戏里面的造型还蛮百变的 然后会有很多就是从平民的穷人家的造型 然后一直到这种有钱人家的造型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衣服的感觉